好心给群演发红包 却被吐槽是乡下吐包子 赵丽颖真的做什么都会被黑 2018年刚过完年的赵丽颖 为了吐个喜庆 给每个工作人员和群演们 都包了一个红包 本来大家拿到红包都非常开心 可就是有些网友找事 嫌弃赵丽颖给的红包太少 称赵丽颖这身价 至少一个红包要500到1000 还吐槽赵丽颖是农村来的大明星 就是吝啬抠门 并且赵丽颖之前自掏腰包 给老家农村修公路时 也被老乡发铁吐槽 修的水泥路是豆腐渣工程 一到下雨天就成泥泞路 还被逼着再掏钱修路 就像当年战狼二暴 红网友要求无精捐款3亿一样 赤裸裸的道德绑架 但赵丽颖真的小气吗 当然不是 要知道赵丽颖每年都会 给自己工作室的员工 放五位数的年终奖 一些骨干老员工 甚至能拿到六位数的年终奖金 并且赵丽颖老家拆迁时 他也是分文畏曲 把钱全部捐给了家乡 即便如此 网友也不想放过他 早年新环朱格格上快本时 身为主演的李胜表示 自己在拍哭戏时 需要补充大量水分 于是就被节目组要求 表演一口气喝下一瓶水的技能 可能是出于女孩之间的怜悯 赵丽颖表示自己也口渴了 于是先帮李胜喝了不少瓶子里的水 但是本来好心的赵丽颖 却因喝水的姿势 当天就被网友们骂上了热搜 以至于后来赵丽颖都很少在镜头浅喝水 不惜颁奖典礼上黑脸 宋钱到底对赵丽颖有多不爽 2020年的精英节颁奖典礼上 赵丽颖上台时因为走错了位置 惹得大家好哈哈打笑 从而也调解了现场的气氛 台上两人忙着对此 台下竟然也有亮点 本来赵丽颖说完话 镜头该切到林永健 但是不嫌失大的导演组 却将镜头切给了观众席上的宋钱 将正在撇嘴的宋钱 完全暴露了出来 看到镜头拍到自己 宋钱立马变换表情 虽然全程不到三秒 但是还是引起了热议 这一幕也让宋钱彻底翻车 还有网友拿出宋钱精英奖票 当作证据 认为在这之前 宋钱一直以91万的票数 领先赵丽颖位列第一 后来遭到网友质疑后 宋钱的票数直接被官方清掉54万 这也使未居第二的赵丽颖一跃成为第一 与奖项擦肩而过 宋钱自然不会太高兴 对赵丽颖白抽脸也是板上钉钉 此消息一出 宋钱粉丝火速辟谣晒实锤 证明宋钱撇嘴只是习惯问题 本身与任何人无关 也更没有其他的意思 但除了票数问题 宋钱还曾与赵丽颖前夫冯绍峰传过绯闻 当年宋钱在幻城时 就被拍到跟冯绍峰互动亲近 高胡的画面中一夕可以看到 冯绍峰把手放在宋钱大腿上 如今宋钱表情管理失败 还是赵丽颖在台上时 也难怪让人浮相边偏 杨幂为什么这么讨厌赵丽颖 2020年的星光大赏台下 赵丽颖和杨幂被安排在同一排 按理说同时霸卧后小花 两人就算没有交情 也会给对方一点面子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赵丽颖礼貌性的宠杨幂打了个招呼 却被杨幂直接无视 并且从旁边的人的表情来看 这并不是官方恶意剪辑 因为赵丽颖在招手时 明显看到旁边的某凡还招手回应 可杨幂却选择直接无视 甚至还催促某凡继续游戏 正是因为这一幕杨幂一直被黑 并且同样的情况 还出现在杨幂好闺蜜杨颖身上 当时邓超在帮杨幂杨颖等人合影 赵丽颖则是独自坐在一旁 毫不掩饰地故意冷落赵丽颖 立马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而杨幂之所以这么讨厌赵丽颖 其实也有迹可循 早前赵丽颖还在跑龙套时 曾因为与杨幂的一个古装扮相相似 经常被网友说像杨幂 而素有赵小刀之称的赵丽颖 当然不会忍气吞声 于是当即发布了一条动态 难道大眼镜书中分的就都是杨幂吗 而当时杨幂已经凭借功小有名气 粉丝当然比还在跑龙套的赵丽颖多 于是杨幂粉丝当即对赵丽颖展开围攻 被逼无奈的赵丽颖只能忍气吞声 发文表示道歉 自此之后虽还没有见过面 但两人的彼此好感已经全部败光 哪怕后来赵丽颖与杨幂同为娱乐圈收视女王 两人也从来没有任何交集 最质的杨幻相 遥与其